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送送王爷 奴婢也要向老爷请罪 将康儿的事瞒了这么久 真想看看 我爹知道自己有个儿子 是什么表情 你不担心木像以后 会更喜欢那个小毛孩 这有什么关系 康儿本来就很可爱啊 招人喜欢很正常 今天是爹爹的生辰 却发生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尤其一年和康儿安慰他 我也放心一些 小狐狸长大 没能像您一样老 可真是庆幸呢 我怎么记得某人趁我醉酒的时候说了 虽然这样比清醒的时候顺眼呢 所以你现在这样 不会就是因为我当时的那句话吧 别搞笑了 您可是九王爷啊 你说呢 不会是 真的吧 在相府内宅 林峰不方便随时跟着你 我安排了人保护你 哎呀随便你随便你 还不快跟上 这么没用的女人 怎么配站在主子身边 主子居然还让我来保护她 主子的决定 岂容你智慧 奉劝你一句 不要痴心妄想 主子的十位安慰 都在重要职位 而我刚被提拔进来 却被安排做这种事 我自然生气 你不用与我说 老老实实服从主子的命令就是 哼 母亲哥 一个内战女子 能有什么好怕的 凤绝尘 究竟想干嘛 突然故作亲孽 难道是 先跟我掏近货 做事师徒身份 然后好 破坏我 太狠了 竟然这么快就抓住了我的弱点 这杯酒有问题 来人 大小姐有何吩咐 你是刚来的 叫什么 奴婢封烟 今天被安排来伺候大小姐 被安排 这么说 你很不愿意来伺候我了 普通的丫鬟 脾性可没这么大 让我猜猜 你就是凤绝尘说的那个 能保护我的人 大小姐一个规格女子 手无腹肌之力 自然是需要别人护着的 你不太了解我 凤绝尘也不怎么看中你嘛 什么都没跟你说 最好别乱动 你该不会以为 这只是普通的银针吧 大小姐 我并无恶意 并无恶意 若我真是后院女子 说不定就信你了 把这茶杯上抹的脏东西交出来 不然 给我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说是回去 就是任务失败 我这命 也不会留了 奴婢错了 求大小姐原谅奴婢这次吧 奴婢只是 你爱留就留吧 我母亲哥 从来不会把自家性命 寄托在别人手里 赶紧出去 那我脖子上的毒 回去拿盐水洗一下就好了 我可是在杯子上抹了剧毒 要害她 她看出来了 只是收走了毒药 还愿意告诉我 这毒的解毒方法 我好像知道主子 为什么喜欢你了 居然是这么珍贵的毒药 这次转大了 冯九成 再安排几个人拉走我吧 慕妍她不是个好人 居然都不知道半夏公子 我好气啊 我有剑梅椅 半夏公子明明这么好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她 哎呀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运姬在相府见了 穆达小姐一面 回来后 就笃定半夏公子 是木相的私生子 替半夏公子 喂去呢 啊 她怎么会以为是 私 私生子 奴婢也不知道呀 你快进去 劝劝运姬吧 我的姑奶奶哟 你可是京城第一花魁 怎得为了一个木 毛头小子 委屈成这样了 没意 你帮我想办法 让半夏公子 回相府吧 你这样了 都能继续误会下去 哎呀 木大小姐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也要问过 半夏公子才对呀 这可是她的家事啊 梅姨说得对 半夏公子 说不定不想回去呢 哎 对对 我这就联系她 看什么时候过来 木大小姐 这次可不能怪我 怎么背后一梁 漂亮姐姐 康儿来看你了 康儿 要叫大姐 大姐 雀 除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